花莲南区退休的公教人员协会 长期关怀社区长者身心灵健康和休闲生活 特别针对年满55岁长者的求知需要 透过成果发表活动互相的切磋学习 提供他们进修薪知和发扬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 而这一天办理了秋季班的成果发表活动 有智慧手机班 美知美宜班 书画班以及舞蹈班等课程的联合结业室 老大们穿着迷彩服 舞动着就像年轻人一样有活力在台上跳舞 这是花莲南区退休公教人员协会 办理的秋季班成果发表活动 有智慧手机班 美知美宜班 书画班 舞蹈班等等课程的联合结业室 为期三个月的课程结束 结业典礼也颁发了结业证书以及指导教师的感谢状 而为了鼓励认真学习的学员 特别颁发勤学奖 玉里旧国团 会长郭素兰说 见到高龄学员参加快乐 学习青春不老课程活动 乐此不疲 不在乎学习多少 大家愿意走出来面对人群 开启了长者不同的人生视野 老大人们学员展现动静态的学习成效 并且各个满面春风才华洋溢 一点都不像70多岁的长者场面温馨热 记者高双双玉里站采访报道